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 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 手机 平板 电脑无处不在 人们的生活与各类电子产品息息相关 出门只要一部手机 就可以解决好吃穿住用型等方面的要求 可是你还记得在信息化大规模推广应用之前 是怎样的一种情境吗 更进一步 你能想象在中国古时候 没有笔纸 没有文字的时代 人们如何完成正常的生活工作呢 中国古代人们的聪明才智 在历史长河中体现 为了生活便利 技术方便 古代人们开始使用如接绳技术法 发明了算筹 算盘 珠心算等技术方法 下面依次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接绳技术法 小朋友们开始认识数字的时候 都是使用自己的十个手指头 古代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古时候是没有笔和纸的 如果需要记录的数字交小 用手指去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可是手指的数据很难存储 这时候人们想到接住石子 绳子等工具对相关数字和信息进行记录 这里所说的接绳技术法 就是通过给绳子打接的方式 记录数字 绳结作为结果进行记录 这对数据存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算盘 算盘由算筹演变而来 随着生产交易的发展 用小木棍进行计算和计数的算筹 受到了限制 算盘应运而生 算盘的出现促进了技术的发展 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 中国是算盘的故乡 算盘开始叫算板 古代的算盘起初用于加减法 后来出现了成除开方等运算 为了方便让更多的人学习 使用算盘 一系列口诀应运而生 诸算口诀琅琅上口 简单易学 在中国应用广泛 并流传到海外 算盘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改进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面讲解了中国早期的计算器 大家对中国古代计算文化有了娇深的了解 那么中国电子计算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主要电机人 提及中国计算发展史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华罗庚 华罗庚著名数学家 我国计算机技术的电机人和最主要的开拓者之一 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华罗庚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 经常与冯诺依曼探讨问题 冯诺依曼曾经邀请华罗庚到他的实验室里参观 华罗庚心里想着 也要在中国开展计算机研究工作 1950年 华罗庚决定回国 回国后的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任教 后来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 设计研制中国的电子计算机 为了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 1956年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简称中科院计算所筹备委员会成立 华罗庚教授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中国计算机的发展历程经历了 1958年至1964年的第一代电子管计算研制 1965年至1972年的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研制 1973年至80年代的第三代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制 80年代中期至今的第四代基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计算机研制四个阶段 下面我们依次介绍讲解 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主要集中在1958到1964年 什么是电子管计算机呢 所谓电子管计算机主要是采用电子管作为元器件进行研发的计算机 电子管的形态比较庞大 自然占地面积较大 也正因为它的大体积导致其供电成本高 耗电快 这些都限制了电子计算机的研发和推广 那么这一时期中国电子管计算机的发展如何呢 103G 1958年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制成 即103G又称为81型数字电子管计算机 如今其中一台103计算机在山东取复师范大学保存 104G 1959年研发成功104大型通用电子管数字计算机 与103G相比 104在各项指标都有了明显飞跃 104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 在天气预报 石油勘探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完成各项复杂的计算相关问题 107G 下培素院士成立科研小组 于1960年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07G安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为人才培养提供教学服务的同时 接受外单位的计算任务 至此 中国在电子管计算机的研制上 积累了大量经验 119G 1964年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 119G 前面讲解了电子管计算机的发展 大家也了解了电子管计算机的体积较大 成本高 推广应用较难 多应用于军事等专业领域 1965年至1972年 进入到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研制阶段 先一起聊一聊 什么是晶体管计算机 晶体管计算机主要采用晶体管等半导体器件 晶体管相比电子管而言 体积大幅度减少 生产成本低 运算速度更快 可靠性也大幅度提升 晶体管的出现 带来了计算机的发展变革 晶体管的众多优势 促使其迅速发展起来 同时 这个时期的编程语言 不只局限于汇编语言 出现了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这些都大大提高了计算机的计算速度 对计算机的快速研发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441B 1964年晶体管数字计算机441B 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完成研发 随后441B通过国防科委鉴定 该计算机采用国产的半导体元器件研制 109乙机 109丙机 1965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了 大型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 对109乙机加以改进提升性能 1967年又推出了109丙机 该计算机在中国两弹市制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与多阶段的数据计算 下面选取中国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研制阶段的主要计算机机型进行建设 1973年北京大学与北京有线电厂等单位 合作研制150机 采用集成电路器件 运算速度达到了每秒运算100万次 是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1974年 作为DGS-100系列机 主要型号的DGS-130研制成功 这是一台小型多功能计算机 1975年 清华大学等单位自行设计国产的集成电路 研制成功DGS-140小型计算机等系列计算机 与此同时 进行DGS-200系列计算机设计 作为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结构紧凑 成本大幅度降低 更便于推广应用 DGS-050计算机 1977年 我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DGS-050机研制成功 这一阶段主要以应用促进研发 促进中国微型计算机的快速发展 757机 80年代 我国计算机高速发展 为了解决大型科学的工程计算等难题 1983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和中科院若干部门 及地区单位共同研发 完成了757机 这是我国第一台大型向量机 计算速度达到了每秒 1000万次 1985年 757机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80年代中期至今 中国进入第四代 基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 计算机研制阶段 电路的集成度提高 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 原件体积的变小 同时手工操作部分也随之减少 这样可靠性会更高 传输速度大幅度提升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原件的改进 对计算机的研制 开发至关重要 1997年 银河300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 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 峰值为每秒130亿次浮点运算 一般应用于军事科研领域 其性能达到了90年代中期 国际先进水平 长城系列 1987年 第一台国产的286危机 长城286正式推出 并在北京 天津 上海 成都 长沙 深圳六个城市 同时发布 随后依次推出了 长城386 长城486等机型 长城系列危机 也因此获得 基电部颁发的 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曙光系列 首先是曙光一号 曙光一号 并行机在1993年研制成功 使用微处理器构成的 全对称 多处理机系统 曙光一号研制周期短 与主流技术相兼容 大大降低了研发成本 曙光一号 推动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 快速发展 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早到突破口 1994年 被认为是 国内科学技术的 主要成就之一 陆续又研发了 曙光1000计算机的 1995年 曙光1000计算机推出 曙光1000峰值速度 25亿次每秒 可满足相关研究工作的 计算等需求 1997至1999年 超级计算机发展迅速 如曙光公司先后推出 曙光1000A 曙光2001 曙光2002超级服务器 2000年 曙光公司推出 曙光3000超级服务器 运行速度快 大幅度提升了 中国计算机的 计算性能 2003年 曙光4000L通过验收 2004年 曙光4000A通过国家鉴定 落户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2002年 我国首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微处理芯片 龙芯1诞生 采用曙光 Linux操作系统 在国防 安全等 专业部门 广泛应用 随后 龙芯2 龙芯3 系列64位 处理器面试 2005年5月1日 联想集团 正式完成收购 IBM PC 一跃成为全球 第三大PC制造商 从中国第一台计算机 研发开始 电子管发展到 晶体管 晶体管发展到 中小规模集成电路 中小规模集成电路 发展到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计算机 因为所用元件的 更新换代 体积越来越小 运算速度突飞猛进 存储容量大幅增加 其具备的功能 也从只能进行 几条指令的预算 逐渐发展到 如今的军事 航天 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 各行各业 二 智能化 计算机的发展 大大简化了 人们的计算 简化了人们的生活 使得人们的工作效率更高 工作准确度更高 计算机可以 按照人们 计设的要求 进行学习 训练 推理 解决相对复杂的 计算问题 特别是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广泛应用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现代化创新技术 不断研发 云计算 大数据 等切切实实走入了 人们生活 工作 学习的 方方面面 智慧课堂 借助大数据 学习 分析 开启个性化 学习内容推送 准确完成 学情分析 和学习效果测试 依托学习过程 全记录 反补 教师教学 多样化 丰富的 线上教习资源 为学习者 打通了 自主学习 继续学习 终身学习的 全路径 虚拟现实技术的 应用 方便我们 足不出户 完成实景体验 在虚拟世界里 体会 最真实的感受 如各类 3D云展厅的 推广应用 大型交互体验等 还可以应对 各类危险环境 或高成本的 实操训练等 降低成本的同时 提升训练安全性 智慧社区 利用智慧化技术 整合社区资源 改善人们的 生活质量 提供各类 数字化 智能化服务 如通过 人脸识别 监控预警等 智能门禁管理系统 保障社区安全 通过社区 网格化 智能管理 提供各类 民生服务的 3.微型化 随着新技术的 不断研发 计算机芯片的 体积越来越小 集成越来越高 高集成的小体积 优势带来的 便是更宽广的 应用领域和 应用场景 集成度的提升 促使计算机的 性能指标 大幅度提升 使得计算机的 应用更加广泛 更加便捷 中国从电子管计算机 一路发展到 今天的各类 移动设备 计算机在 民用领域的 快速发展 速度 令人们惊讶 未来可期 让我们一起畅想吧 4.专业化 计算机的发展 已经带动了 各行各业的 重大变革 从军事 航天 工业 农业 到医疗 教育 专业化的计算机 控制带来了 专业化的服务 5.网络化 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 促使万物互联 大数据应用 为人们提供 个性化服务 移动终端的使用普及 给人们生活 带来了全新的变革 网络出现之前 谁曾想过 两个城市的人们 可以实时 发送信息呢 网络的出现 不仅仅是将 不同区域的计算机 通信联系起来 更重要的是 实现了社会中的人们 各类信息的互通 和联动 如今 视频会议 视频聊天 网络直播 都已经步入了 人们的生活 被人们所熟知 并应用 网络促进了 资源的共享和推广 网络中的我们 可以打开自己的眼界 探求各类知识所需 跨领域 跨地域的协同工作 实时分享经验 促进合作交流 这节课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